女皇被全臣抓住头发 强行给她灌住毒药 毒药被灌下后 就用解药逼迫女皇退位 要求她将皇位传给彼得二世 被强行签订一嘱后 全臣怎么会放过她呢 谎称毒药是解药再次给女皇头位 此后女皇话都说不明白了 而另一点 伊丽莎白还不知道母亲的情况 她来到公主科威亚订婚宴 借用闺蜜的身份 悄悄帮助科威亚与自己的侍卫瓦洛夫见面 瓦洛夫对科威亚一见钟情 见到科威亚后直接吐露埃 科威亚也被瓦洛夫有好感 但瓦洛夫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 她的身份与科威亚天差地别 伊丽莎白得知他们互相倾慕 决定让母亲下旨成全他们 还没等他们高兴 一个噩耗就传来了 叶卡杰林那一世已经奄奄一息 随时都有可能隐恨西北 着急的伊丽莎白慌忙赶往皇宫 但在半路的时候 却被人偷袭 来人正是全臣派的喽啰 全臣知道只要伊丽莎白还活着 她就不能掌控沙俄的大权 只有杀掉伊丽莎白母女 她才能掌控朝野 可是伊丽莎白侍卫不是吃素的 在他们的抵抗下 也成功让伊丽莎白回到皇宫 伊丽莎白见到母亲后 女皇一句话说不出来 刚想说一句话 最后还是独发而亡 叶卡杰林那一世也就在此落幕 伤心欲绝的伊丽莎白站起身来 对着全臣怒吼 因为她深知母亲一定是全臣所害 但全臣拿到了遗掌 现在的她根本做不了什么 只能任由全臣扶持彼得二十纪委 因为此时的彼得二十才十二岁 如果皇帝未成年 那么必须会有一位摄政王 而全臣的目标就是摄政王 他想通过控制傀儡皇帝 卢览沙俄的所有大权 而摄政王位置他势在必够 因为有了奥斯特曼的支持 舒密院的投票权一定在自己一方 而伊丽莎白也清除她的目的 她不反对自己侄子纪委 但彼得大帝留下的江山 绝对是不能落入他人手中的 很快伊丽莎白找到姐姐安娜 希望和姐姐联合对付全臣 但安娜告诉伊丽莎白 为什么父亲指定的继承人是你 母亲指定的也是你 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自己在这个家就是多余的 伊丽莎白愣住了 安娜还告诉她 自己只想与卡尔要一个孩子 然后幸福的生活足矣 并且要带走姐妹两共同的侍女马弗拉 说完一切安娜就转身离开了 看着姐姐离去的背影 现如今连姐姐也不管江山了 就凭她一个人能挽回局面了 这时救过她的侍卫苏宾告诉她 想借用一下她的贴身侍卫帮忙 而淑密院中 所有的大臣为了摄政王位置炒翻了天 就在这时伊丽莎白走了进来 她的出现将所有的吵闹声打破 她提议让所有人担任摄政王 这开什么玩笑 摄政王只有一人 全部都成为摄政王 那还真个屁啊 但如今淑密院元老分为两派 一派支持全臣缅西科夫 另一派支持鲁科夫公爵 这两个全臣老奸巨华 谁都想当摄政王 不愿屈服他人之下 而在场的人 缅西科夫费都气炸了 本以为有了奥斯特曼的支持 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有着绝对选票权 但如今奥斯特曼却没来参加选举 缅西科夫那是一个郁闷啊 女皇是自己杀的 李德二世是自己推上去的 遗诏也是自己伪造的 辛苦大半年 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心里一万只草码差点跑出来 但他又怎么会想到 奥斯特曼此时正处于温柔乡 现在哪还管得了选举啊 原来奥斯特曼去参加选举的时候 就被苏宾断路劫持了 因为苏宾知道书密院的大概情况 所以才想到此招对付全臣 书密院讨论结束后 都听同了伊丽莎白的建议 所有人都是摄政王 之后 年仅12岁的彼得二世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他也是沙厄诺曼夫王朝 彼得大帝直系的唯一继承人 而彼得也是个苦命人 他的父亲阿列克贤 因为反对彼得大帝的改革 最后被彼得大帝以反叛罪处死 彼得二世也是从小父母双亡 唯一陪伴在他身边的人 就是他的姐姐 而他登上皇位后 也是一个傀儡皇帝 手中也没有任何实权 仅仅当了三年皇帝 就染上天花而亡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做死 偏偏爱上了自己的姑姑伊丽莎白 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另一边 没有得到摄政王大权的缅西科夫 他拿着一照找到彼得二世姐姐 从中添油加醋 告诉他伊丽莎白才是正统继承人 如果彼得二世留在皇宫 伊丽莎白可能会对他弟弟下手 就这样 缅西科夫轻轻松松 就将为继位的彼得二世 接到自己府中做客 而他的目的就是撮合自己女儿和补 然后自己就能成为皇帝月子 他正在打小算盘时 伊丽莎白带人闯进缅西科夫家中 也是因为这次见面 让彼得深深爱上了他的姑姑